谢谢你,Jen。三件事,首先,我希望追问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关于通胀的一个演讲,他说他所做的法案是帮助了,帮助通胀下降,没有让通胀上升,所以总统有没有觉得他的新冠次第经济法案导致了通胀发生呢? 所以总统就像很多政府之内的经济专家的想法是相似的,就是什么导致通胀上升就是疫情,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想面对这一些问题,所以另外也是普京的战争也导致能源资源的费用上升,所以总统现在所做的就是做出一些步骤来面对这两个重大的挑战,而且希望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, 我们要让美联储政府之外的经济专家,政府之内的经济专家来做出一些预测,说什么会即将发生,那他们现在就说通胀应该会下降,那总统今天说过了他控制所有政府的各个部门,所以呢他也说过了他会千里付降低所有的价钱,物价。 问一下油价,虽然总统已经做出了一些行动,就算总统已经把美国储存的油都给解放出来了,不过呢现在呢油价往上涨了,就是美加仑是4块3毛7,最后想问美国人应该看这些价钱看多久呢? 那总统今天说过了,他一直以来都想来减少普京的物价上升,特别是在油这方面,所以呢他全力以赴,做出所有可以所做的步骤来降低美国人的油价。 那他所做的行动包括,创始的把美国储存的油解放出来,而且跟全球的领导沟通一下,让他们把自己储存的油也解散出来,解放出来。 那他所做一些行动是小规模的,那其中包括做出一些关于E15的一些批准,就是说很多在美国中东的,美国中西的这些州呢可以有更多的油。 他也同时说过了,今天早上,他说过,这些生产油的公司呢,也需要保证他们没有在这个时候来大量增加老百姓买的这个油价。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紧密地关注油价的发展。 那现在总统所做的行动没有让油价降低,所以总统呢,我觉得能不能觉得就是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步骤会是有效的呢? 那当然,是不是说普京导致的油价上升会一直延迟到普京导致的战争结束呢? 我们没有这样想,我们觉得油这个市场呢是全世界的,那总统现在可以所做的就是,是用他的权利来保证我们生产的油足够符合所有的需求。 那问题就是,如果没有足够的油的话呢,油价会往下降。 我们之前看见过,如果这个发生的话呢,油价会下跌,这个是美国人应该所看的。 而且呢,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些油价上升是怎么样出来的。 好,问一下你们说说的语言,谁说这个超级支持川普的党派呢? MAGA,就是川普的党派,Make America Great Again,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。 那总统自己说了这句话,上周他刚刚说了这一个单词,超级川普党,那有可能是因为他知道,共和党某些官员,就是太多的这些共和党官员,他们是有什么样极端的一些想法。 你听过总统说过这些话,不过这个不仅是,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威胁女人的权利,包括关于自己看小孩的一些权利。 另外呢,Rick Scott这个官员,他说过,任何美国人如果他们年薪收入呢,美国人如果他们年薪收入是十万以下的话,他们有可能有涨税的好处。 那另外,他们有一个行动说想撤出所有美国的政府医疗保险,那他们做出好多的行动,包括把米老鼠给禁止,或者是把某些书给禁止了。 所以我觉得总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 昨天晚上在一个华盛顿的慈善典礼上,总统说了这句话,就是说普京是一个非常会计算的一个人,不过现在我担心的就是他没有一个台阶下,而且我们现在正在想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。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这个程序,就这个有没有包括考虑意大利首相的推荐说,可能暂时说不要打仗了,停火,暂时停火。 首先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支持停火,我们非常请求另外一个国家说停火,他们并没有接受我们的这个请求。 那我们也就说了,要不要做出人道主义的一个行动,过去这几个月都做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谈判的一些道路,不过俄罗斯都拒绝了我们。 那我们都看见了,你们也报道了,这个战争进行的方式不是普京所预测到的,他看见他的部队,他们现在的情绪非常的低,他昨天并没有在吉府街上游行,现在北约正在团结,而且他们的国家有非常严重的一些制裁,而且他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全球的建民。 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确地让大家看一下,一个霸军,一个独裁者侵入了另外一个国家,他的计划现在是失败的。 如果总统非常担心的话,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跟普京说话呢? 我觉得现在我们所做最好的一个行动就是来支持乌克兰的发展,保证他们在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,他们可以有更强的一个姿势。 我们现在看见在吉府战争上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,我们所对他们的帮助不只是部队帮助,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帮助。 所以总统也被问,有人问了总统这个问题,就是说他的这些法案有没有导致通胀发生。 那他当时就职的时候通胀是2.5%,现在通胀是8.5%,那同时他就职一年以后,这个侵略才发生。 所以我想问总统为什么不承担责任呢? 我觉得总统今天说过了,他是总统,而且他控制了国会,而且他控制了众议院参议院,不过同时呢,他就职之前,疫情就发生了。 而且我们在反抗这个,我们在面对这个创始的大流行的时候,那我们做了一些行动。 那当然,所有的经济专家都可以告诉你,在过去这个一年多左右呢,疫情导致我们通胀上升很多。 我们看见耶伦还有很多的经济专家都说过了所有的数据。 同时呢,我们也看见普京产生战争了之后,这个导致了能源支援价钱往上,这个费用往上涨,这个导致大部分的通胀。 所以你听见总统所说的,今天所说的话,不是说那个通胀是不是个问题,我们都知道通胀是一个问题。 那现在我们想所做的就是,我们要保证我们要怎么样降低费用,这是一个很多不同步骤的一个行动。 我们看见Scott这一个领导他所要做的,那他这个行动呢,应该会减少美国人的费用。 不管你要怎么样说。 Powler他说了一句话,就是美联储所做的行动,其中之一呢就是,其中之一就是说,国会的花这么多的钱,这个是导致我们现在的通胀。 同时他也是说,侵略还有油价上升,这个导致我们的通胀,对不对? 那这个侵略呢,我们看见是,最近这一个,最近这一年所发生的侵略,对不对? 那你同时也要问我的,是过去这几个月的通胀上升。 那Powler他也说了,这个是因为侵略而导致的这个通胀上升。